2017皇家大战比赛上 因为Strauman在最后时刻的干预 导致占尽上风的大狗功亏一篑 输给了凯文欧文 失去了夺下环球冠军的大好机会 虽然如此 大狗还是获得非常不错的待遇 在接下来的30人淘汰比赛上 得到了最后一位出场选手名次 而大狗登上擂台面对的第一位选手 便是WWE大佬送账者 送账者率先发动了攻击 把大狗打倒在地 一旁的Jellico则趁机补上了一脚 将大狗赐给了送账者 准备接受死神的恩赐索猴衰 可不时获得大狗却做出了抵抗 利用超人重拳击中了死神 但就在准备打出第二拳的那一刻 死神挡下了招式 使出索猴衰击落了大狗 接着便淘汰了多块鱼的米兹和Semi后 送账者为Jellico吃下了索猴衰 但就在死神示意执行墓碑落下的时候 大狗却一手扎起了送账者的长法 熬不给面子的将大佬送出了比赛区域 随后再把目光放到了死对头Jellico的身上 使出超人重拳将Jellico揍出了比赛擂台 紧接着便以摔三代和布雷展开了对抗 再次打出超人重拳攻击了两人 并轻松的将布雷淘汰出局 然而就在大狗准备撞出大招Spear 终结兰迪的那一刻 结果却落入了毒蛇的陷阱 被RKO击落 还没等到大狗做出反应 兰迪立刻将他推下了比赛擂台 就这样大狗又一次失去了竞争顶级冠军的机会 就如他两手空空的来到皇家大战比赛 又两手空空的离开了皇家大战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大狗的故事第23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凶的动力 来到皇家大战结束后的首场落节目中 Stormen对自己干预比赛的行为做出了解释 除了不喜欢大狗长得比自己帅以外 最重要的是欧文答应过Stormen 只要帮他保住了环球冠军头衔 那么欧文将会给出一次挑战的机会 可欧文却在这时选择获核拆桥 极力做出了否认 于是Fordley给出了裁决 认为欧文必须兑现承诺 一定了他与Stormen之间的比赛 而为了避免Jelico对比赛的干扰 Stormen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给了Jelico一记天残角 接着再以锁后摔让对方失去了能力 反而就在大块头站进上风 使出Powerslam击落了环球冠军之后 大狗来到了现场 利用超人重拳打向了Stormen 并恢复麒麟币将他送下了比赛擂台后 使出Spear撞倒了对方 就这样大狗制造了取消资格 避免了环球冠军一手 让更容易对付的欧文保住了荣誉 而为了对大狗做出报复 Stormen要求了以大狗之间的对决 但一向偏袒大狗的Fordley 却向Stormen摆出了一道难题 为巨物议定了一次浪分比赛 Stormen必须同时面对四位选手 只要赢得比赛 那么Fordley才会对Stormen的要求纳入考量 结果主办方却为Stormen准备了四位 连名字都叫不上的选手 就这样Stormen为对手们进行了迭罗汉 轻易的赢下了比赛胜利 接着便立刻找上了Fordley 于是为了暂缓Stormen心中的怒火 Fordley答应了巨物 在接下来的Fastlam主赛场 为他与大狗预定了比赛 与新人沙摩亚乔对战的时候 Stormen登陆了体育馆 分散了大狗的注意力 让乔有机可乘 利用暴摔击落了大狗 赢下了加入WWE后的首场比赛 而Stormen则在比赛结束后 把握住了机会 将大狗撕捏了一番 并使用Power Slam 把对手撞进了观众席 向WWE宇宙展示了自身的统治力 来到2017Fastlam主赛场 大狗与Stormen进行了正式的比赛 在首回合的交手过程中 一直出现失误的Stormen 依靠Spike Buster控制了局势 将大狗当成了布娃娃随意丢弃 接着还模仿起了沙摩亚衰 击落大狗 好让大狗得以感受到 此招所带来的快感 然而就在Stormen帮助打扫 波爆炎区域 准备执行Power Slam 投下大狗的瞬间 大狗极力做出了抵抗 使出毕生耐力 将Stormen撞向了擂台柱子 但就在使出超人飞腿 踢向目标的那一刻 依然充满力量的巨物 做出了反击 将大狗送回了比赛擂台 接着便毫不犹豫地 撞向了大狗 可不出意外的 意外还是发生了 大狗做出了闪避 导致Stormen撞向了擂台柱子 大狗则成胜追击 成功为巨物完成的沙摩亚衰 虽然压制遭到了否决 但能够爆摔Stormen 已经让大狗找到了 赢下比赛的决心 于是大狗利用充满力量的拳头 打出了超人重拳 结果Stormen不但破解了招式 还把大狗摔得差一点 就连早餐都吐了出来 于是看见机会的Stormen 决定再接再厉 举起了大长腿 一脚踢向了目标 好不出意外的 意外又再发生了 大狗再次的闪避 让巨物直接从台上 掉到了台下 而且他的大长腿 看起来似乎伤得不轻 见状后的大狗立刻开足马力 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 踢出了超人飞腿 将Stormen踢向了防腹栏 接着就悟的一声 使出大招Spear 可却被Stormen挡下了招式 抱起了大狗 使出Power Slam 摔向了拨抱员区域 可就在Stormen将大狗 送回比赛擂台 准备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大狗近奇迹般 使出Spear撞倒了Stormen 接着再以连续的超人重拳 攻击了对手 而强大的Stormen 不但屹立不倒 竟还登上了神顶 准备为大狗进行飞扑 于是不做不死的Stormen 终于坐死了自己 被大狗闪避了招式后 吃下了第二招Spear 就这样Stormen被彻底击垮 大狗成功打败了这位重量级选手 从而结束了Stormen的不败记录 来到Fastland结束后的首场落节目中 不服气的Stormen 要求大狗像个男人一样 与他进行对峙 并认为大狗能够打败他 完全是因为运气 但就在Stormen摆好架式 准备迎战大狗的时候 送张者却来到了现场 而刚才还在怒火中烧的Stormen 立刻变得一言不发 在送张者的目光注视下 开始全身颤抖的Stormen 选择36季走为上季 默默的离开了体育馆 然而就在这时 散散来迟的大狗登陆了比赛区域 反大包天的他竟质问送张者 为何擅自登上比赛擂台 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大狗的后花园 然而面对大狗的无礼 送张者并没有回应 只是望向的摔跤狂乐厚 便一手扣向的大狗 线上的大招锁喉摔 接着便离开了比赛区域 而送张者的举动 也意味着两人在摔跤狂乐上的比赛 将是无可避免 然而就在大狗刚上了送张者之后 死神便一直阴魂不散的纠缠着大狗 来到大狗与Stormen之间的复赛 就在大狗打出超人重拳攻击的对手 并准备使用大招Spear的时候 上终身响起体育馆陷入黑暗 送张者出现在了擂台中央 一手扣向的Stormen 在大狗面前完成了锁喉摔 但送张者的举动 并无法对大狗带来威胁 一回头便吃下了大招Spear 大狗向送张者示意 对死神只有尊重 没有害怕 于是就在大狗离开赛场之前 送张者还不忘露出了一贯的割喉动作 以为可以借此吓住对手 结果只是感觉好无聊的大狗 便头也不回的离开 来到摔跤狂乐前的最后一场弱节目中 大狗与送张者率先为WWE宇宙表演了一场舌战 大狗表示自己会在摔跤狂乐比赛上 做一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送张者归息 声称他不在乎John Cena Gobert或者是野兽大部 如今的WWE已经来到了大狗的时间 比赛那台就是大狗的后花言 然而这时的WWE宇宙 却似乎不再那么的迷恋大狗 一直通过嘘声为大狗伴奏 而忙着为大狗挖掘坟墓的送张者 而通过千里传音与大狗对话 死神认为大狗犯下的错误 因为大狗脚下的擂台依然属于送张者 只有目的才是大狗的后花言 接着便以瞬间移动来到了大狗的身边 送张者放下了狠话 郑重宣布死神会在摔跤狂乐比赛 让大狗得到安息 最后送张者利用响测营销的雷声 结束了摔跤狂乐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而面对着拥有丰富摔跤狂乐经验的送张者 大狗能不能够成为第二个大部 把一变成二 绿眼镜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大狗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